每天看书剧快乐又有趣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龙话书剧 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第一厨房第二季的第三集 盖瑞特本想淘汰汤姆 还认为汤姆没能力 还总是将比赛搞砸 但是没想到哥登会淘汰候选人之外的人 汤姆也知道 自己虽然没被淘汰 但也快了 早上6点16分 哥登打电话叫他们去餐厅集合 几人赶紧拿衣服往餐厅跑 几分钟内大家都到了餐厅 除了沙拉 刚在浴室洗漱完出来后 看见没人等他 还觉得其他人没有团队精神 全部集合完毕 一共花费了7分半 任何团队 餐厅或者厨房都有两个要素 交流和时间的安排 今天的挑战是美队接力烹饪 做现有菜单中的三道主菜 这是一场4对4的比赛 所以红队要选出一人退出这次的挑战 海瑟自愿退出 因为他的手被烫伤 不想因为今天的比赛而耽误其他人 拉萨却说 他是在扮演受害者 想要逃避这次的比赛 美队每人是5分钟的工作时间 然后交给下一位厨师 只有在交接的时候 厨师才知道要做什么菜 女队第一位走进厨房的是维基尼亚 男队的第一位是汤姆 戈登将三道菜告诉二人 第一道是鸡肉 第二道是肉馅圆角 第三道是鲑鱼 20分钟即时开始 汤姆找到已经做好的肉馅圆角 维基尼亚选择从头开始做 戈登看见汤姆想用现成 直接让蓝队换人 美队成员在交接时 有15秒的交流时间 他将重要信息告诉贾科莫 两队都成功交换信息 贾科莫做好肉馅圆角 准备给队友用 瑞秋正在准备鲑鱼的酱汁 换人的时间到了 接下来进入厨房的是基斯和贝尔 瑞秋正要告诉贝尔 第三道主菜是什么 时间就到了 贝尔不知道 其实第三道主菜 就在面前的锅里煮着 所以他只做了鸡肉和鲑鱼 另一边的基斯 开始奇怪地做第二批肉馅圆角 贾科莫已经明确地告诉过他 已经做好就差下锅 他应该用心听队友对自己说的话 此刻贝尔正在想第三道菜是什么 他试着自己找出来 所有的地方都找过 唯独没找面前的锅 看来红队注定与肉馅圆角无缘 现在轮到莎拉和盖瑞特完成主菜 圆角继续折磨着两位队员 盖瑞特误解了基斯 又开始重新做新的一批肉馅圆角 红队已经开始装盘 盖瑞特还在找番茄酱 计时结束 两队将菜放到主管台上 红队因为传达不明确 导致他们只有两道菜 蓝队看见后觉得自己稳了 哥能直接跳过肉馅圆角去品尝鸡肉 红队的鲜嫩美味 蓝队的也是一样 但没有酱汁 上面还有一片烧焦的生菜 蓝队剩在肉角 红队剩在鸡肉 一比一打平 现在就要看最后一道鲑鱼了 品尝过后 红队更胜一筹 蓝队的这道菜缺少食材 这说明他们没有更好的交流 以及正确的思考 餐厅每天都会有很多要清洗的衣物 今天的惩罚就是将衣物全部洗干净 蓝队在洗之前还吐槽一句 女人比男人更擅长洗衣服 红队回到宿舍洗涮一番 就到码头与哥能集合 他们要乘船游海 红队喝香槟庆祝时 蓝队正在用手洗衣服 这也许是他们在这儿遇到过最糟糕的事情 女人们在晒日光雨 男人们在晒大胃蛋 游玩回来的红队在蓝队面前一顿得瑟 这时盖斯特说了一句话 你们女人应该在我们下班回家前准备好晚餐 这句话彻底惹怒了海瑟 他现在特想打爆凯斯特的头 海瑟又不是他的妻子或者女友 下定决心要将他淘汰 来宿舍找他理论 对方却觉得海瑟不尊重人 加上今天比赛失利的事情 让他现在愤怒到极致 男队在聊天时下定决心 一定要战胜女队 不能再失去任何的一位队友 男人们如昨晚一样用功 很早就起来开始工作 而姑娘们却在等待一个想家的人 贝尔躲在卫生间里哭 早上起来他就莫名的想念丈夫以及孩子 如果不是有很大的动力 他可能今天就离开了 来到餐厅 两队很快就投入到工作状态 蓝队也慢慢开始有了团队的样子 经历过两次令人沮丧的晚餐碰饪比赛后 戈登希望 交流和时间安排的可有效 地狱厨房开始营业 第一份警战分别到了两个厨房 沙拉和基斯开始做开胃菜 希望能给队伍开一个好头 基斯将用过的勺子 放在盘子上的这一抹 刚好被顾客和戈登看见 气得戈登对着他狂飙垃圾话 又看见他的裤子掉在了屁股上 七号桌的客人 刚好能看到他的定钩 随后又听见盖瑞特在吹口上 戈登让他闭嘴 同时海瑟正在喋喋不休 对沙拉说话 他就像是教官一样喊出命令 海瑟就像女版的洛夫 晚餐营业半小时后 客人们正享用着沙拉和基斯的开胃菜 两队都前所未有地开了个好头 还早呢 蓝队出现了一点小问题 贾科莫发现烤箱是冷的 经过考斯特的一番检查 烤箱根本就没有问题 使他没开煤气 考斯特骂他是个蠢蛋 戈登骂他是个傻驴 蓝队在努力烹饪开胃菜的同时 海瑟也将主菜做出 没想到遭到戈登的吐槽 没达到他的标准 让海瑟很失望 听到他被训斥后 沙拉却露出笑容 晚餐营业已经一小时十分钟了 沙拉和维基尼亚帮助海瑟 做第五份主赛 贾科莫因为鸭子的问题 对戈登说谎 让他很生气 今晚是贾科莫一生中 最糟糕的一晚 他负责的肉类碰挑区 害得整个团队停下来 戈登快要崩溃了 他将做一件 在地狱厨房从没做过的事情 换操作台的负责人 把贾科莫换到了鱼类碰挑区 他害得蓝队落后 现在队员们要努力地赶上 汤姆在换位置时将手烫伤 好在不严重 不然就让本就人员 洗手的蓝队更是雪上加霜 汤姆照顾自己的手势 等待煮菜的顾客们 已经不耐烦 与此同时 红队已经成功做出半数的煮菜 最受欢迎的就是惠灵顿杨柳 这让负责肉类碰挑的贝尔 压力很大 又有八人点了这道菜 但现在他只有六份 贝尔将这一消息告诉戈登 晚餐营业已经过了两个多小时 尽管汤姆的手被烫伤 蓝队还是送出去两份煮菜 同时红队的客人想要离开 戈登将这个消息传达给红队的厨房 询问他们惠灵顿和鸭肉 还需要多长时间 贝尔回答 七分钟 菲利普找到顾客 让他们再等七分钟 他们同意了 七分钟很快就到了 顾客来到厨房前 却被告知还需要再等45秒 这已经是红队的最后一桌 如果成功上菜 他们就赢了 45秒过后 菜还是没做好 顾客已经等得够久了 愤怒离开 因为贝尔的操作缓慢 戈登狂飙垃圾话 他叫停了营业 又是一次令人沮丧的晚餐服务 就差一步 红队就能完成所有的订单 戈登必须再次选择失败的队伍 今晚的性别之战 蓝队再一次惨败 每个人都要在队友中选择一位 做淘汰候选人 今晚他们的表现烂到爆炸 汤姆并不认为今晚会轮到自己 他不知道的是 几人正打算合伙将他送走 来到餐厅 除了汤姆选择的贾科默 剩下三人选的都是他 戈登给两人各自十秒的时间 阐述自己想要留在这里的原因 贾科默会在错误中学习 会尽力的为团队服务 会比之前更加的努力 以及更深入的探寻自己的潜力 汤姆自称是这里最聪明和最灵敏的人 戈登听到后直接一冷 他回想两人今天在厨房的表现 最终决定淘汰贾科默 又是一次意外的决定 今晚他犯了大错 他希望能回到过去改正错误 但世界上没有后悔要 只能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 蓝队已经连续两次势力 随着比赛越来越严酷 他们需要更加努力 好了 今天的地狱厨房到这里就结束了 每天北京时间下午6点 准时为大家更新 如果小伙伴们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留言哦 我们下集再见 拜了个拜